巴黎奥运羽毛球混双决赛 打的是雅思银元闪电战 中国队的正思维女搭档黄亚琼 被粉丝亲切称为雅思组合 2017年开始的雅思组合赢得的荣誉不胜美举 韩国队金元昊和女搭档郑纳寅 我们这里称他们是银元组合 这是银元组合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 韩国队在前三届的奥运混双项目上得的都是铜牌 所以说有三块铜牌做垫脚石 今天他们能够来到奥运的决赛场地 这本身就是韩国队巨大的胜利和进步 一对雅思中国红对阵银元韩国篮 羽毛球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大概比乒乓球还更受欢迎 只要有块空地一副球拍小伙伴就能开打 郑思维五次杀球韩国队挑球出境 中国球迷都激情刺涉的为雅思助阵 一开局雅思2比0领先很快3比0 4比0 混双比赛两队选手通常都会试图保持基本的阵型 女选手站在往下拦截小球 男选手在后场强势进攻 黄亚琼作为顶尖高手换位到后场时 也一样能够打出极具威力的扣杀 他的两个对角线扣杀让韩国队有些猝不及防 双方开足马力羽毛球上下翻飞 很多时候运动员接球点 看似不可思议的那样神奇 大力神一样的进攻 划过空中完美的弧线 带着飘飘然的仙气 鸟鸟停停看似落地 但凭着经验丰富的直觉 他们可以判断都能恰到好处 抢在落地前救起 这也正是羽毛球的魅力 数了数 经过83次抢攻和防守 韩国队赢得开赛的第一分 这是最精彩的攻防组合 据测算 羽毛球在撞击球拍的那一刻 男选手扣杀球的速度超过每小时400公里 那是高铁速度 郑思维开足火力 打出一连串的杀球 比分迅速拉开 奥运高手交锋 每一分都是拼来的 雅思很快就11比4大幅领先 中国羽毛球在奥运赛场 已经夺得过47枚奖牌 其中20枚是金牌 雅思很快以21比8 结束第一局 交换场地 由于韩国队失去第一局 所以第二局他必须拿下 才有希望夺冠 场上很快打成一平 二平 三平 四平 韩国银员第二局开始获得的进攻势头 很快就被中国雅思的强势进攻打压住 郑纳尹女双排名世界第七 在2022年曼谷的游波杯上拿得女团冠军 金元浩是羽毛球冠军二代 他母亲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赢得过这个会双项目的金牌 自小就有奥运冠军母亲这样言传身教 身材高大 弹跳素质极佳的小金 拿金牌那也是迟早的事 雅思越战越勇气势如虹 比分变成19比10 随着比分距离的拉大 银员扭转乾坤的机会几乎消失殆尽 这场比赛中 羽毛球在空中飞来飞去 但从雅思飞出去的高铁阴险更多 有些镜头下 银员有些慌乱 跟头把势的接招 几个回合下来步伐就乱了 接球的身姿一旦走行 打过来的羽毛球自然 没了高铁那样风驰电车的威力 方向也往往失去控制 银员的几个失误 也等于给雅思送大礼 羽毛球实行三局两胜 韩国队在这场比赛上 没有抓住任何逆转的运气 黄雅琼涂着淡绿色的指甲油 真的非常漂亮 雅思组合他们也是从小开始打球 一漏汗水挥洒球拍 用无数的奖牌铺就了一条 奥运的金牌之路 从山水秀美的家乡浙江 到万众瞩目的巴黎灵奖台 他们所付出的汗水 绝非常人可以想象 奥运赛场 中韩日三个国家的选手 把高超的羽毛球技艺 发挥的淋漓尽致 为全球观众奉献了一场 具有东方速度与优雅的精彩大赛 祝愿他们虔诚四季 锦上听话 谢谢收听收看 飘香腾电台 我们期待您的留言 支持和订阅 下期节目再见